封面一波波报道 天气潮湿容易让白蚁陷踪 要如何防止白蚁入侵呢 今天生活懒人包单元带您来看 有一个简单的妙招 就是要关灯 而且还要关的颜色 一般家中比较常使用的光源 是冷白色、冷白光、自然光跟暖黄光 其中冷白光呢 含有波长较短的蓝光跟紫光 是比较容易吸引白蚁的 所以如果家中呢 要避免白蚁的入侵 可以把不必要的白灯尽量关掉 每逢下雨湿气重 家里可能就会出现 这小小的不速之客 五六月正值白蚁的繁殖剂 就怕会一匹匹入侵 想防止白蚁入侵 可以先做这个动作 关灯是避开白蚁的方法之一 但记得要关对灯光的颜色 看看白蚁具有趋光性 在可见光谱中 波长较短的光线 像是紫光、蓝光 对白蚁的幼影效果较好 而家中常见的光源 通常有冷白光、自然光跟暖黄光 其中冷白光 是不同波长的光线组合在一起 但专家表示 工业制造的光源 较为偏蓝或偏紫 因此比起偏黄的灯光 更容易吸引白蚁 那相对黄色的光或是红色的光呢 因为就没有蓝色跟绿色 它的波长比较差 对白蚁的形象会比较差 所以说如果没有灯的话呢 我会有大量白蚁往那个方向聚集 虽然白蚁在名称上有个蚁字 但其实生物分类上跟蟑螂一样 属于斐莲木 亲缘比较接近 而要是加厉被大量白蚁大举入侵 建议还是请专家协助处理 比较妥当 谢谢陈寗零星 台北报道